因為我們剛剛在前面已經講過 這個洆湞今天呈現的風格 就是一定要有粉霧感 但是粉霧感有幾個重點 你如果看過我每次介紹 都一定會用到類似像這個妝前底 什麼濕底打底 我都一直在講這種東西對不對 好那今天一樣我拿出一個 也是美式復古的品牌 然後這個彩妝的工具是什麼 它是做臉部提亮 你可以調在粉底 是 你可以做局部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要增加什麼呢 比如說你在C字的地方 眼周C字 的光澤感 蘋果肌上緣 好然後在這個P字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是用那個打亮的粉餅 但我建議你可以用這種液態 或者是高霜態 你可以用上 上層那邊也要 有啊 人中的 人中的 來這個地方就好像有個小桃子一樣 對下巴那邊 很可愛 用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用上 這個是珊瑚色 珊瑚色的我解釋一下 它就是粉紅加粉絲 比如說李李 老闆娘 它的腮紅是 那如果今天是年輕的李李 那怎麼辦呢 當然是在蘋果肌中央 哦 肌中 好 但是一樣是粉霧感不是亮亮腮紅 嗯 好 我們可以用掃的 或者是 用橫向的方式 點上去 我告訴你 它就會整個人像是桃子 戀愛感 對耶 真的耶 然後你要記得哦 我們上的方式都一樣 就是中間其實很淡 好蓬哦 對耶 就修飾到後圓 然後後圓的地方呢 你要往上到太陽穴的地方 感覺膠原好多 對啊 滿滿的很年輕 汁又滿足耶 對 有沒有 亮亮的 然後橘橘的 好可愛哦 好蓬哦 好像桃子一樣 好 我們正面再看一下 也不用去打 其實氣色就會加分了 有耶 最後呢 再加上什麼呢 這裡已經 對啊 已經都滿重賴的 好漂亮 我們用的是霧面桃紅 好 跟那個 晨晨剛用到的正紅色不一樣 好 它就會比較俏麗一點 輕輕的用點的 在唇中央 這顏色很可愛啊 很可愛 對 70年代很多歌手都會用這個 對對對 對 對他們 好 然後呢 我們放在唇中央 跟下方的中間 下唇的中間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請 小CALL抿一下左右 好 那個年代是不是也很適合用 短筆 好可愛 對 好Q 對 好 我們再用點壓的方式暈染 啊 微張 輕輕的 很可愛這個顏色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嗎 好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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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這樣就已經完成一個 這個復古的妝感 然後 如果你要再更 chick一點 純色很好看 你可以怎麼辦呢 用上這個黑色的眼線一筆 我們點上一個角質 對 這個好可愛 好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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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啊 很可愛 又俏力 很俏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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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訂閱我們女神在線的YouTube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臉書跟IG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更多的金美好禮等你拿 如果沒跟到你會後悔喔 如果沒跟到你會後悔喔